大家好我又来了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刺激了兄弟们 据肯尼亚官方透露 今天代表肯尼亚出带的四位选手 都是来自非洲原始部落 而且是同一个部落的 这位切鲁一跃特 大家都很熟悉了 其他三位那可是身份特殊 大家看最右边的是部落酋长的大儿子 大宝 中间这位是二儿子二宝 最左边的是小儿子三宝 而且他们今天要真的 不光是牛 主要是比赛开始了 我们边看别说 今天这场比赛和平常一样 主办方专门安排了一个领跑员 就是跑在最前面的这一位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 酋长的小儿子 就是三宝 切鲁跟酋长的二儿子二宝 并排跟在第三的位置 大宝年龄稍大 所以他落在了最后面的位置 大家看切鲁今天的表情 非常严肃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部落有三位姑娘成年了 分别是大美二美三黑 然而部落里面还未成婚的青年 不多不少 正好四个 就是切鲁以及酋长的三个儿子 四个小伙子为了这个事情 吵得很凶 于是酋长呢 四百米了 五十五秒零八 于是酋长出来发话了 意思就是说 不管结果怎样 不能影响到部落的团结 更表示他不会包庇自己的儿子 也不可能亏待切鲁 当时说完这些话呢 台下的众人表示赞同 并且给予了肯定的掌声 然后话风一转 酋长便开始描述起 这些年来自己为部落付出了多少 自己的一条腿呢 当初还是为了整个部落的人填饱肚子 被狮子给吃掉的 说着说着呢 大家都哭了 最终酋长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叹了口气 很无奈的口气说道 要不这样吧 谁叫我是酋长呢 作为一组之长 关键时刻 我得站出来 这个大美啊 我领走了 他下半辈子的牛 我包了 然后这个二美呢 你们四人公平竞争 谁跑得快 就归谁 至于三黑 就留给跑到最慢的那个 就这样 800米了 一分五十三秒一九 这时候酋长的小儿子 似乎有点体力不支了 他从小就交生惯羊 没咋补过链 二宝已经超到了 队伍第一的位置 切禄跟在第二 小儿子知道自己不行 干脆直接跑到了 队伍最后面的位置 很聪明啊 我真不得二美 那至少还有三黑呢 是吧 可是人大儿子更狠啊 大家仔细看啊 跑道上 早就已经没有了 大儿子的身影 人直接退赛了 你说这部操作溜不溜啊 太变态了 连我这个变态开了 都觉得他这部操作 比变态还变态 看二宝脖子上的那根链子啊 是整个部罗里 唯一的一根链子 说起来那是前一年 部罗里面来了一个设置组 是来拍摄动物世界的 奥宝呢 去报名了 并成功入选 拿一号 所以项链呢 是人设置组给的报酬啊 现在切禄落到了 队伍第三的位置 奥宝仍然跑在第一位 而且人跑得很开心啊 一边跑 一边想二美 1200米的 2分51秒38 这时候切禄开始提速了 大家看啊 切禄开始行动了 奥宝一看 切禄追上来了 于是立马跟他说 鲁哥 我把下列送给你 你把第一的位置让给我 人切禄不干啊 那玩意要有啥用啊 又不能吃 对吧 这边过来 还有最后的100米 二宝在全力以赴 切禄在后面追 二宝说 鲁哥 我额外再加三头牛 切禄说 你个老六想骗人 二宝说 我骗你不是人 切禄说 你本来就不是人 还有最后的30米 切禄开始超越 全力冲刺 切禄 还有最后的10米 加油 漂亮 哇 切禄啊 太开心了 看啊 这一回他非常高兴的